鱼翅状的黄金糕香糯柔润 椰香味十足 被誉为广东茶楼的糕王 先来制作椰酱 取400毫升椰酱一罐 用开罐器打开 在我的奶油浓汤视频后 有很多朋友问 怎么打开这个铁罐头 就这样先卡住 扭动上面的把手 旋转一周 盖子就取下来了 把椰酱全部倒入一个三生的汤锅 再加入等量的水 三片香蓝叶 打成结放入 十片剑叶成叶 粘杆撕碎放入 香茅只要二分之一根 拍碎了香味才能出来 姜黄约五克 拍成泥了放入 大火煮沸 调中小火 继续收拢至一半 期间记得不断搅动 同时我们来准备酵母水 温水45毫升 酵母5.5克 白砂糖1.7克 面粉3克 混合均匀 静止一边 待用 准备蛋液 六个鸡蛋 我们取五个蛋黄 一个全蛋 倒入150克白砂糖 椰浆已经收拢至一半 我们过滤出来 放凉待用 淡黄和白砂糖打匀 使200毫升椰浆混合入 和150克木薯粉 交替混入淡水 倒入木薯粉后 先搅拌一下 再开打蛋器 以免淡黄和白砂糖 以免淀粉飞进 最后加入酵母水 混匀 混匀 过滤面糊 用小木薯在表面轻轻拍打15分钟 盖上干净的布 发酵至少三个半小时 可以放在封闭的烤箱里 加一碗烤水 加快发酵 发酵好的面糊 表面布满气泡 翻拌一下 把底下成底的面糊搅起来 取出预热好的烤盘 放入黄油 融化刷匀 倒走多余的油脂 倒入面糊 轻轻戳破大的气泡 放入烤箱 375华氏度 35分钟 烤箱用竹签夹着 留一条小缝 以免上层烤焦 然后拿走竹签 继续烤10分钟 取出 倒扣在烤网上 晾凉 等温度降下后 脱模 用橡皮刀刮松四周 脱模后 继续放凉 才能切片 切面是非常清晰的鱼翅纹 可以趁热吃 也可以切片冻起来 吃的时候再蒸 或者是煎都可以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